哈喽大家好 我是德飞厨房的吴师傅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下炸酱面的制作方法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买前腿梅花肉备用 梅花肉洗净切小丁备用 梅花肉一定要弃皮才会爽嫩 切胡萝卜丝备用 切黄瓜丝备用 起锅热油 准备香芹酱100克 甜面酱60克 倒入肉丁 把肉丁点香 炒出一点油 加姜末 蒜末 洋葱末 炒香 倒入香芹酱100克 甜面酱60克 小火炒出酱香味 加少洗的水 加鸡精白糖少洗 味精调味 炸酱制作完成 出锅 锅里水烧开 一份炸酱面 120克新鲜面条 一份炸酱面 面条煮两分钟 捞出 在面条上加防瓜丝 胡萝卜菠萝 淋上香喷喷的炸酱 淋多点 味道非常的容易 撒上葱花 完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